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1月10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一婷 国内天气今天受东北季风 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迎风面比较容易下雨 温度也会稍稍下滑 至于背风面则是容易累积污染物 导致空气品质不好 来看到今天的空瓶指标预报 在云嘉南地区是亮了橘灯 等于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那高屏更是直接出现红灯 所有出门在外的观众朋友 都要做好保护呼吸道的措施 那同样受到空雾影响的地区 还有在印度 北部地区因为寒流来袭 起雾严重 首都新德里 能见度一度只有25公尺 导致交通受到掩误 学校也延后开学 浓浓大雾中 一排人影拖着行李 缓慢前进 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 大雾持续发威 连冷空气也无法驱散 260多班次列车被迫取消 火车站里大批民众苦苦等待 不知何时会来的列车 只能裹着毛毯保暖 类似的景象也出现在机场 共有150多架次国内航班延误 向门口心冲冲赶来的学生铺了个空 因为严重空污 新德里政府也宣布 寒假延长一周 专家表示因为恒河平原 气温急剧下降 遇上当地的丰沛水气 才造成这波大雾 呼吁民众减少出门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还要看到美国加州坏天气持续 现在总统拜登批准州长请求 加州进入了紧急状态 可以调度中央资源 投入国民兵来救灾 因为连续多起的冬季风暴 造成有数十万家庭 还有企业停电之外 也传出有人缘死伤 而且预计接下来 新别太平洋 还会带来大量的水气 恐怕出现十年一遇的惊人雨量 加州议会门前 灾情一片狼藉 民宅与车辆也遭倒数压毁坍塌 为了请求中央支援 加州州长纽松 9号联系白宫 人在墨西哥开会的总统拜登 立即请幕僚正式宣布 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以调度联邦资源投入救灾 大水慢过家园 对外交通中断 民众只能苦中作乐 气象单位预测本周末 还有大气河流报道 加州可能出现十年一遇的惊人雨量 部分地区居民已紧急撤离 也有部分学校宣布停课 希望减少人员伤亡 大爱新闻 武贵镇编译 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常年难题 那就是移民问题 总统拜登在就任两年之后 昨天第一次前往了美墨边界 德州埃尔帕索郡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访问 表达对这个移民议题的重视 只是这一去德州并不领情 拜登来到现场和边境巡逻人员交谈 也参观连接两国的天桥 以及移民服务中心等等 美联社分析 拜登想透过这一次的访问 来展现政府重视移民问题 以及民主党的人道态度 结果最后两面都不讨好 移民倡议人士指控 拜登推出的移民政策第42法案 跟前总统川普相比 简直是50步小百步 太空争霸战英国也加入了 亿万富翁布兰森旗下的维珍轨道公司 昨天晚间在英国西南方 康瓦尔的一个新太空港发射了卫星 这个是西欧领土第一次发射卫星 不过很可惜的是 在发射将近两小时之后 官方宣布以失败告终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跟大家传统印象中的火箭发射 不太一样 这一次火箭是安装在 在改装的波音747机翼下面 等到飞机升到了3.5万英尺高空之后 再释放火箭 虽然目前的任务重点是商业用途 不过有更多人关注 是否有战术军事价值 专家分析这种移动式的空射火箭系统 有望在战争的时候 能够及时地派上用场 回顾到欧美国家疫情封锁期间 药物酒精滥用问题严重 如今已经进入到了后疫情的时代 有些人有时候会想要来点 仪式感放松身心 但是又不想喝酒的时候 那么无酒精的饮品 就越来越受欢迎了 连以优质葡萄酒自傲的法国 都开始改变 还有在巴黎甚至出现了 全国第一家专攻 无酒精葡萄酒的实体商店 灿烂阳光 丰满葡萄 说到法国 不少人脑海里浮现的一定有这个 葡萄酒是法国文化 根深蒂固的一环 疫情后 越来越多人想来点仪式感 又不愿叹杯 巴黎一间另类的酒窖 就成了好去处 加上琳琅满目瓶罐 全部都是alcohol free 老板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 好不容易痛下决心戒酒 却为了寻找替代品伤痛脑筋 从此 萌生了无酒精酒窖的点子 尤其是连接客人 我们感觉我们很厉害 我们会回答一个购乱 所以这就很努力 让我们继续 法国是世界第二大葡萄酒消费国 无酒精的饮品成长 却相对缓慢 只有全球的六分之一 专家表示 这跟整体消费趋势改变 脱不了关系 开始从60年 酒精酒消费 只有26瓶 红酒 现在是11 7瓶 他们会喝少许的咖啡 但他们会喝少许的咖啡 品尝取代了牛饮 这也代表无酒精饮品 想要拓展市场 还有很多改进空间 非常像是 有人把酒精酒放入咖啡 没有酒精酒 没有 大爱新闻就凯文编译 在2021年的时候 长荣海运长四轮 在苏伊士运河 因为强风搁浅 塞船六天 如今又一艘悬挂马沙尔旗帜的希腊货轮搁浅 运河交通一度中断 这艘货轮满载着6.5万吨的玉米 12月25号离开了乌克兰 准备前往中国大陆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表示 突然发生了技术故障 导致搁 现在已经协助脱困 航道也恢复交通 慈科大推出了儿童具绘本 叫做《精灵救生灵》 而作者是两位马来西亚籍的学生 很特别的是他们一家四姐妹 都是慈科大学生 通通都有参与绘本制作 接力完成了四本的儿童绘本 慈悲的口水 五岁的庄小妹不只读绘本 还会跟着故事内容起舞 慈济科技大学从2013年开始 把儿童剧改编成绘本 都是由学生一手包办 大学四年级的陈杰荣 一入学就跟着姐姐投入绘本制作 现在换她带着两个妹妹 一起完成最新的作品 用鱼认错的观念 还有环保爱地球 在画的时候也会了解到 里面的一些要得到启发的故事 一连串的数字是画笔的编号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绘画工具 几人都要再三确认 颜色不会偏差 就是因为太多的会分不清 然后可能就用错颜色 然后可能那幅画就会毁掉 这一个羽毛它是有两个颜色混合的 那如果你今天参的颜色不足 它有点浅 那你点多一次它就会有那个痕迹在 所以这都是一笔一笔 直接一笔上不能有再加工 姐妹们都不是绘画专长 却勇于承担 要兼顾学业和绘本制作并不容易 但是能让没看到儿童剧的小朋友 也能透过绘本受到启发 就是最大的成就 大爱新闻张艺川 黄文旗 邓明仪 花联报导 日本东京通膨率40年以来首度突破4% 要让贫困家庭度过生活难题 开张一年多的大爱食堂 最近发放了新年礼 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我喜欢你的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绿伊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没有感觉吗 这声响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氏的印记 高温冰墓 我坦诚相见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平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已久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13天 还不会游泳雨迷水 因为海平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11个半月的孩子啊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有感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集气 集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现在是午餐时间 您的中午吃了什么呢 很多送食者会补充蛋白质的时候 就要多选择豆类食品 不过在选菜色的时候 也要小心有一些食材 其实暗藏着健康危机 像市场听到的豆轮 虽然名字里面有豆字 不过它的原料 其实并不是黄豆 另外豆皮 即使是豆制品 但依据不同的烹调方式 也会导致热量 油脂含量大不同 如果选错食材 恐怕身体会有发炎反应 一块块豆轮 好像缩小版轮胎 餐桌上都会卤来吃 但您知道 它不是黄豆做的吗 豆轮胎的做法 其实是面粉加水 然后冲洗剩下面井 然后再经过油炸做成的 也容易吸附汤汁 所以它的热量 其实会比较高一点 还有常见的豆皮 因为制作方式不同 热量和营养差很大 像要摄取蛋白质 可以选择生豆皮 而炸豆皮每100公克 将近400大卡 脂肪高达32.4公克 是生豆皮的3.6倍 那炸的豆皮的话 就是从生豆皮 然后去经过油炸制成 那它里面的油脂含量 会吸附的油 汤汁等等 也会比较多一点 那如果吃太多油脂的话 对我们身体来说 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发炎反应 避免摄取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 多多选择原型食物 不仅吃得饱 也能吃得健康 大爱西闻牛书品 李明华台北报导 在日本有一个大爱食堂 从去年开始 每个月会发出两次蔬食便当 给受疫情影响失业或收入变少的家庭 而这一开张一年多来 已经发出了上千个便当 如今这个食堂不只是应疫情之急 随着新年到来 他们也发送了新年礼物 拖着装满食材的菜篮搭电车 还得转车才能到达分会 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把菜全部摆上流理台 如此大费周章 为的是做出营养满分的便当彩色 疫情期间 刺激日本分会向政府申请 开办了大爱食堂 从2021年11月起 每个月提供两次 舒适便当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一年多来 投入职工超过300人次 有很多还是完全没有料理经验的 上班族 炒完以后头很酸 腰也很酸 我觉得我们的大厨师兄们 真的太厉害了 大爱食堂最近建满一周年 疫情后物价飞涨 加上过年 志工不仅发便当 还有新年礼 所以说 物価高等 子供也有很多 所以 生活费是非常高的 所以 節悦的地方 節悦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更多的地方 謝謝大家 大家要優秀 一生懸命 還有一生懸命 大家要來這裡 不要緊 真的很美味 來臨便當的家庭 他們從一開始的 就是 冷漠 而且不安 後來Kent跟我們宿舟他的心事 最後能分享他們家庭的一些溫暖 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能為他們做一點事 其實是非常欣慰的事情 東京志工們的用心 讓疫情下生活不易的各族群 都能嘗到媽媽的味道 這份幸福滋味 還會一直持續下去 帶來新聞 新北慈濟心態聯絡處舉辦了 歲末祝福冬令發放 看到有很多民眾是帶著竹筒回娘家 另外還有一位來自柬埔寨的新住民 因為孩子在疫情間接受了安心住學 而認識此季 現在他翻轉手心 穿上了志工服 分類資源需要專注 專心了則沒有雜話與雜念 煩惱就少了 那時候我還沒認識師兄師姐 那時候每天都在煩惱 就沒有朋友願意聽我講 到現在我剛好認識師兄師姐 然後我加入司機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沒有什麼煩惱了 小孩都一樣都過來上課 都快回家 我現在已經開心了 來自柬埔寨的新住民林小姐 兩年來學會了為往生的先生祝福 也為自己和家人祝福 我的心裡一天一塊錢能幫忙 是要幫忙的人 我發言說我全家平安 就讀五專的潘同學 和妹妹參加新泰區歲末祝福 即冬令發放 說到母親生病住院 她不但要勇敢扛起也善良待人 平常就是隨手的就是一見善事嘛 可能我們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們可以互助嘛 發揮智慧讓善循環 積極造福讓愛轉動 不失對他們來說 已非困難之事 大安新聞真善美之工洪乃文 何百寅台北報導 台灣是高齡社會 老老相依的家庭景象 越來越常見 台北大安區慈濟之工 定期關懷長者 農曆年前更準備了年菜 還有物資卡輕鬆到福 廚房裡熱氣蒸騰 大鍋裡熬煮著各種食材 過年前拜訪大安區獨居長輩 一出鍋就裝進保溫袋中 趁著餘溫未退 志工趕緊帶著慈青逐戶分送 五十多歲的莊女士 從菲律賓遠隔台灣 子女不在身邊 先生又因嚴重糖尿病 需要洗腎無法工作 她一人得打三份工 才能勉強度日 看到慈青來訪 死女之情湧上心頭 你這個媽媽做得很好 因為她看你媽媽辛苦 她看在眼裡 她看在眼裡 所以她就是辛苦 辛苦一點 然後她也貼心 她貼心 對不對 職工的安慰讓她宣洩了壓力 這份如同家人般的支持 給了她能再前進的動力 我放在這裡 我放在這裡 所以趕快就會回到 沈青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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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工這天來不只送年禮也幫她祝壽 小孫子還拿出自寫的春蓮象徵 這個學期開始上書法課 然後就準備這些春蓮然後在寫的 要快過年了 就給你們這些春蓮 然後掛在家裡就比較吉祥 施家良老喜愛跟年輕人互動 這一天剛好有慈青隨行 畫匣子一開就停不下來 跟農畜一樣 對對對 那我們比較多都會在實驗室裡面 這麼多年輕人對長子來講 就是她的孫子 所以我們就是創造 就是一家有三代那種同堂的感受 過年全家團圓 職工帶著慈青 提前陪伴獨居長輩享受天倫 將這份圓滿一直延續 大愛新聞 這次美職工高愛芬 李懷生 江孟倩 台北報導 那在這樣的高齡社會裡 勞友共融也很重要 過年前夕 全台無所大愛幼兒園 分別舉行了搓湯園的活動 孩子們要帶著自己的阿公阿嬤 一起來參加 從活動裡面看到 他們之間完全沒有代溝 你的小小姐姐好可愛 快過年了 台南大愛幼兒園小娃兒 邀請阿公阿嬤來校園 小朋友看得入迷 大手小手一同成就 增進祖孫感情 教我們孩子不同的知識 或是他們的才能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互動 可以增進祖孫之間的感情 至於高雄大愛幼兒園 也整班帶到日照中心 成了長輩間的開心果 我喜歡跟阿公阿嬤傳球 傳球 還有玩淺到時空 剛剛跟阿嬤包包 因為他都有給我溫暖 他正風這樣喔 浪不下去喔 大家這樣新穿這樣 那在外市也一樣 比較年輕 比較年輕 這樣子的話 對他們來講真的是 很大的一個心理的安慰 大靈大愛幼兒園孩子們 也到慈願長照機構跳舞相伴 你好爸 親自獻上卡片 體會和老人家互動 也讓長輩學習新一代思考和想法 老幼共融 互相成長 大愛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關心下午天氣變化 北部地區溫度低溫18度高溫21度降雨機率 從70%到90% 陶竹苗地區溫度低溫17度高溫22度 降雨機率從20%到50% 中部地區溫度低溫17度高溫24度 降雨機率是20% 雲家南地區溫度低溫17度高溫23度 降雨機率也是20% 南部地區溫度低溫19度高溫26度 降雨機率從20%到30% 東部地區溫度低溫17度高溫23度 降雨機率從30%到80% 回島地區溫度低溫12度高溫20度 降雨機率最高是30% 以上就是這一節大愛午安新聞 接下來請您繼續鎖定大愛劇場 南國小太陽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見